原住民政策说明会新城乡的场次是由原住民委员会的副主委林毕霞和新城乡长何丽台及立委孔文集共同主持 原民会除了说明25年来所执行的各项政策之外 也听取族人们建言未来在原民政策上要作为参考一举 原住民政策说明会14号上午则是来到新城乡原住民文馆来召开 由原民会副主委林毕霞现在向上何丽台立委孔文集共同主持 副主委林毕霞则是向主委们说明座谈会的目的 原民会25年25岁的今年已经脱离了18岁的年纪 所以25岁的原民会推动的政策像教文处像金发处像市府处 公建处 土地处 中规处推动的所有政策里面 要开始做解讨跟调整 比如说我们讲的宇宝宝通过之后 16族的宇推组织都建议 然后接着各乡镇的宇推人员都开始做聘请 那市府处的部分很多老人在喜欢的文件站开始纷纷成立 像比莫的春水一样 还要更快一点啊 文件站 这样的政策到底对原住民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有什么样更好的政策要建议原民会 所以大家召集在一起 马上召化再给大家看看 想一想看这些政策要怎么推动 所以原乡有原乡的议题 都会地区有都会地区的议题 何康原民会现在25岁了 这个25岁到底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 所以我们会扩大一步一乡镇 然后大家就在一起来讨论这些事情 新城乡的合理台则是针对乡镜的原住民人口 已经多达7000多人 希望原民会能够多移住经费 来照顾新城乡的原住民乡亲 台湾50个乡镜当中 新城乡原住民的部分 在乡镜公母我们超过2万人的乡镜 新城乡是排列第三位 第三位其他的乡镜都没有超过 比达罗布超过2万人 所以我们在这个组织结构方面 也跟几千人的乡镜是一样的一个组织结构 我也要在这边请我们附罪罗邦 对于超过2万人的原住民的一个乡镜 因为原住民人口众多 尤其在新城乡 达到7000位的原住民的乡镜 在整个五十个乡镜上来讲 比例是相对是偏高的 李维冯先生表示 希望中文能够透过这次的座谈会 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心声 所以我这个人就是会比较念旧 比较感恩的一个 所以我想我们演员会有照顾我们 我们一定要感谢老师家的历史 当然还有这个其他的建议 做的不完美的地方 等下就听大家的意见 而这次主任们提出多项建言 包括协助主义教育的资源 提高建构修缠住宅的补助名额 以及各部落聚会所的染疫设施 共同来表达地方的需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